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把娘小薇 欢迎收看本周的把娘QA 哎呀什么高考中考什么的 终于是结束了 大家可以松口气了对不对 那现在剩下的是不是就只有期末考了呀 大家继续加油 复习好准备迎考 因为呢即将迎接你们的是快乐的暑假啦 外空调吃西瓜吃牛肝 想想就好开心呀 当然啦你们也不要忘记来看我的视频哦 好了赶紧进入我们本周的翻牌子环节吧 露露小苍原粉丝说小薇姐姐你会唱歌吗 哈哈会呀唱歌谁不会呀 人家可是出过单曲的呢 那时的汽车也许不用人开 蓝蓝的天空也没有雾霾 每天的垃圾不用跑向大海 美丽的鱼能有的自由自在 我这轻易不开嗓了好吗 像我这种小仙女哪声都随便唱歌给别人听的呀 我的小小杂杂杂 她让我原理烦恼和忧伤 她带我重新回到自由潜藏 来吧来吧和我一起上路 蛤 啥呀啥呀 孟泽游戏说 周一王者周二散死 周三吃鸡 周四植物大战僵尸 周五明日 周六元神 再加上QA 周日各种魔鬼挑战 新游戏安排得明明白白 你这 试板子里的特代表啊 这排气满满当当的 你也丝毫看不出什么病啊 就是好像哪里不太对 最近是哪里不太对的 好家伙 这七天都给我安排上完呢 我休息呢 我哪天休息呢 我说我咋找不到对象啊 这天天那么忙 你找一个给我看看呢 我跟你们说 你们不得对我负责到底啊 只于闯世界说 打卡第21天成功了 拉我进群 拉了拉了 已经拉了 拉完了 我5月份的时候嘛 搞了个什么 21天打卡的活动对吧 只要坚持打完卡的小伙伴 我就可以拉他进铁粉群 铁粉群 当然跟普通的群是不一样的了 谁进谁知道 好了不卖关子了 也就是定期给小伙伴们发发福利 那可能是一些 我新做的一些限定的周边 会先给大家体验一下 也可能是一些 大家用得到的生活用品 那我觉得好的东西 可能是什么背包呀 衣服呀 鞋子呀 还有耳机呀 键盘啊 鼠标啊 什么的都有 然后有一些是 客户爸爸赞助的 正好送给你们 还有一些是我自己 讨厌王马 当然了 我也会尽量的 多一些时间 在群里和大家聊聊天 问个好什么的 当然了 不定期的红包 是少不了的 所以如果你也想参加的话 行动起来 然后呢 我跟你们说 我还看到很多人 是私信找我打卡的 这种嘛 要记得加我的联系方式 这样我才能加你们好友 才能拉你们进铁粉群 小胖游玩说 小薇姐姐怎样才能做一名主播 嗯 这个要怎么说呢 其实呢 说简单也简单 说难也挺难的 因为现在人均 阿破主 这个主播是遍地都是啊 进入的门槛非常的低 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主播 或者想成为一名阿破主 其实还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你想做好 其实还是挺难的 然后呢 因为现在经常有人宣传什么 年纪 谁谁谁 年纪轻轻 多少岁就已经月入版了 什么 主播这个行业都赚钱 什么的 我觉得这非常不好的 是误导大家 根本就没有的 好吗 年轻人不要总想着走捷径 那些赚钱的主播 也很不容易的 然后很多人就想着说 那我不读出来 我直接出来做主播 直接就赚钱好了 哎呀 没有想的那么容易 好吗 你看到那些已经成功的人啊 当然不包括我 因为我还没有算很成功 然后他们其实在背后 都默默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心血 然后常人是难以做到的 然后从默默 吴文道 又有很多粉丝 需要走很长很长时间的路 当然了 我可能也是比较幸运吧 就是我花了三年多的时间 走到今天 有你们支持我 非常的珍惜 非常的感谢大家 然后我记得 我有一些身边的朋友嘛 然后他们也会做主播 然后他们做主播之后呢 就发现说 每天对着空气波 就是直播的时候 直播间里只有一个两个人 然后经常是没有人理他的 他说什么没有人反应 然后他就会觉得 坚持不下去了 但是经常就是很多的主播 哪怕现在很成功的那些主播 在一开始也是这个状态 可能要有的持续 几十天有的呢 持续几个月 甚至一年时间 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冷冷静静 没有什么人 但是呢 你自己慢慢努力之后 第一 你运持过经验提升了 就是你可能更会说话了 打游戏的时候 也更能顾及到 粉丝的感受了 也更能会跟大家聊天了 同时你的游戏技术 也提高了 对吧 反正总之 你的能力也提高了 同时你也 这个时间久了之后 跟大家也更熟了 粉丝慢慢积累起来了 那后继播吧 真的是我们这个行业 非常贴切的一个形容词 而且呢 像我们刚开始发视频的时候 辛辛苦苦做了好几天的视频 结果发出来 就几百个播放量 几十个播放量 甚至还有一些 因为自己不懂 所以有违规的一些内容 导致 就是一些关键词啊 什么的 是影响他的推荐 然后导致他可能没有任何的播放量 粉丝根本看不到 那那个时候 你就会很沮丧 坚持不下去 但是对我们来说 这些都是常态 当你有了经验之后 你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所以吧 我觉得你要做这件事情呢 一定不是说 因为他能赚多少钱 而是因为 你真的热爱主播这个行业 或者你热爱up主这个行业 你想 你想从事这个行业 从而通过这个行业 然后来慢慢赚钱养活自己 我觉得这是一个 只能说是 无数条路当中的其中一条 叫360行行处状元 如果你想走这条路 我是坚决支持你的 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 包括一些大学生 在校的大学生 我觉得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副业 来试一试 我觉得都是一个挺不错的 一个对自己提升自己能力 综合素质的一个方式 然后做一做呢 你才能知道这个行业到底适不适合你 那坚持一段时间 你才知道你究竟适不适合做这个 其他的嘛 我也给不了什么太多的建议 反正我的建议就是想清楚了的话 那就去试一试放手一搏 说不定就成功了呢 当然了 如果你真的想从事这个行业 欢迎私信我 私信我找到我 然后呢 或许呢 我也会给你提供一些个人的帮助 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没有什么 是天上掉下来的馅兵 所有所有的获得 都是因为自己的努力 获得的 记住这一点就够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周QA的所有内容啦 感谢在上一周里呢 给我支持的所有小伙伴们 谢谢你们的点赞 关注和转发 如果您想参与到QA问答当中 来背我翻牌子的话 也非常简单 只需要在我的视频下方进行评论 留言提问题就可以了 有机会被我选中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